时间不多了 往下 我拉开空间 真厉害 太强了 球队的融合没有那么好 但是跟这个赛季完全不一样 有时候他不是说球员好与不好 而是说合适不合适 虽然利用身体 底下几个球了 好球 边缘银行现在进攻这一下确实稳 基地要从地上把球捡起来不太容易 要了反击 只用两次传球 没有任何运球就得分了 很流畅 没有 山东的国内球员是有高度的 又是同样的 两次传球直接反击 这9分里边李源宇得了7分 对 好球 电雨宝 这相当于又是抓了一个转换 这样一下分差回到4分了 是 正面要离个打把 电雨宝这启动这一下 一步直接过掉布鲁克斯 往得很紧 哎呦 变成空这一样 误打误撞的电雨宝在空 天上把球捡着了 对 他和布鲁克斯帮的吸引人 电雨宝还一个真厉害电雨宝 真风向对 是 让你其他的球员去处理球 坚决不让布鲁克斯接球 张春军 不错啊张春军 这出球显得是有点着急 电雨宝跑出了空位 三次不够 这球投进啊 江苏看布鲁克斯 山东就看电雨宝 能不能 还是没有 还是不见 9中2 直接反规了 这种球呢是很难去控制的 是 看起来了 MVB MVP 照电雨宝这个赛季这么发挥呢 国内球员MVP呢 他应该是跑不了了 对 时间不多了 往下 我拉开空间 真厉害 太强了 这球要的真难啊 想要以反规 这球要的真难啊 想要以反规 那雨宝直接上啊 想上就啥了 这确实没法绑 转移的非常好 再进三分 虽然今年可没怎么进过三分 下不曾打 Senhor 再进三分 mounted 这边转换电宇航又是轻重的机会 真快 国内球员又是一段球 看电宇航怎么表演 并没有扣 是一个搞笑的表演吗 各全场的一个表演 都等着扣篮的时候 电宇航用一个夸张动作的上篮 跳得很高 方方已经是球员的教练 都相互拥抱之意 还是非常友好 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127比103 24分的分差 电宇航今天是拿到了全队最高的36分球 Zither Harp